旧国团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26号的上午 是在花莲市立一文元前的广场举办了捐血的活动 捐血车一早就来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捐血 捐血钱例行性的先量了血压以及基本的咨询 前来捐血的民众可以说是相当的踊跃 三月份即将结束了旧国团花莲县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 会会长黄敬发先与韩玲梅荣营私职会 宏光公德基金会花莲办事处展现服务热心 让现场热闹滚滚 同时也招呼捐血人的服务工作 与民众一起来做善事 旧国团工商青年社会服务队 由会长黄敬发以及玄光通公德基金会 花莲办事处由我们的主任黄敬发 以及处长王瑞碧 结合了荣营私职会由我们的孙霞会长 今天透过我们的捐血站来做全民捐血活动 那也希望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呢 透过非常多的公益团体来办理 然后让我们很多的捐血人随时随地就可以来捐血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血库的血呢 一直都是非常缺乏的 所以要不断地让我们的捐血人 有地方可以去参与的可以来捐血 才能够有效地把我们这个血 及时送到有需要的病患的身上 那很感谢有玄光通公德基金会 旧国团工商青年服务队 以及荣营私职会 特别在捐血活动也透过了血糖的检测 提供我们捐血民众更多元的一个服务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捐血 我们这一次的爱心捐血 我想就了一命爱心捐血 这一次是我们的主题 也期待用这一次的活动 换取所有的人的热情 能够努力 我们能够找机会 有机会就多多捐血 汇集爱心 救人一命 这是我们最高的宗旨 旧国团花园县工商七年社会服务队会长 黄吉发表示 最近捐血中心面临缺血的情况 所以主动发起捐热血做公益的活动 因为这是非常一项棒的服务 办理捐血活动来照顾乡亲 原须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让捐血一代生命之爱 是爱心的奉献 记得喜欢华州老 我把所有的眼睛 全部能吃